好的 时间来到了9点30分 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泄密一案 检方决定不予起诉 那么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就愤而辞职 加上了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 也在稍早前请辞获准 马英九的核心目标可以说是接连跳船 那么孤军奋战的两个关系是否将面临危机 而在另一方面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今天完成了党内 2016年总统大选初选的提名登记 外界预料蔡英文将同额竞选 再次代表民进党角逐台湾领导人的大位 那么蔡英文还在她的脸书上说 台湾正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她不是陈水扁也不是马英九 还要开创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时代 那么我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林老师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蔡英文在脸书上说 那些以政党或政治人物开头的时代都应该结束了 还要开创一个以人民为主的时代 你怎么看 还有另外大家都很关心了 你们认为蔡英文现在已经登记参选 算是只是初选 可能谈这些还太早 不过您认为她2016选赢的机会有多大 是不是真的会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还有她可能会选谁来当她的副手呢 林建发林老师 有关于副手目前真的很难猜出来 但确实目前来看来她的机会很大 主要她的机会很大 倒不完全是民进党本身的优势 而是我们看到国民党目前确实她的整个声望一直往下跌 那国民党目前好像内部还没有完全整合 比如说新的共主朱立伦 可是旧的马总统他还未有行政资源 所以他内部没有一致 但这个问题在民党是没有的 民党是蛮一致的很团结 所以可能就这个角度来看 民党的机会是有机会的 至于说蔡主席她说要开展一个全新的以人民为主 我想她所指的可能是从这个三月太阳花运动之后 所呈现不只是太阳花运动这些人 而是社会包括之前的黄仲秋的这些案 还有包括柯文哲上来以后所带动 就是说人民的声音已经超越了这个蓝绿的这个界线 还有人民所使用的工具 包括社会媒体等等这些都已经超越我们传统的这个工具 然后对于政治的一些理念 包括我们刚刚上杰所讲的 连受刑人他都想要求他自己的人权 或自己的福利 这些这算一个新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变 我想他可能要诉求的是指的是这些 就是说不能用传统过去的这种政党政治来看这个问题 当然政党政治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就是说已经不是这两个 这已经不是政党政治所完全支配的一个政治性发展 好了 感谢林杰华老师 回到华盛顿现场 邓老师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说民进党2016可能胜选的机会 真的是还蛮大的 那么华盛顿这边怎么看 还有北京又怎么看 这个接下来蔡英文可能提出的一些两岸论述呢 我想基本上以目前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利益错终复杂的状况底下 我相信美国对于两岸之间关系的态度 基本上还维持着过去一贯的基调 当然就是说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由两岸来解决 但是呢最后问题的解决也要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 但是另外一些就是我们还记得在参变中共时期 那么对于一些活动美国的态度 基本上我想是还持续存在的 就是不可能允许你这个改变国号 比如说不允许你形成所谓的这个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美国可能会采取比较这个一致跟过去一致的态度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中国大陆来讲 我想基本上大家都了解中国大陆一直坚持是九二共识 再加上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以目前这个邢基平主政 他的强力的个人的这个主张 另外就是说晚近中国大陆 他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一个发展途径上来看的话 要中国大陆短期内接受说改变所谓九二共识 我想这可能是为乎其为 那么这也就是真正考验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了 同时我觉得说对人民很重要 可是人民也需要一个领袖的领导 所以他究竟这个牛肉在哪里 他要诚验给人民看 我想这个才是自胜之道 而且也不能够再回避了 那么有关于这个民进党 他接下来如何提出更有策略的这个两岸互动的方法呢 我们稍后还要讨论 不过除了这个蔡英文 他今天宣布登记参选这个重大发展之外呢 台湾上个星期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发展呢 就是前陆委会的副主委张显耀 他涉嫌泄秘一案呢 现在检方是不予起诉的 那么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呢 就愤而请辞了 我们现在听听看王玉琪 他在请辞记者会上的一些说法 我在跟国安会秘书长金秘书长开会的时候 我跟他提到有这样一个事情 金秘书长跟我讲说 他会进一步去了解 他去了解之后 几天后金秘书长告诉我 从国安单位的资讯得知 张副主委真的恐怕有问题 因为金秘书长告诉我说 从国安单位的资讯得知 张副主委真的恐怕有问题 所以我就向金秘书长表示 如果张副主委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么他必须先调理现职 接受调查 好的 听完了王玉琪的说法 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老师 我们刚才听王玉琪这段 请辞声明上这个很生气的说法 短短的一段就讲好多 就是恐怕真的有问题 张显耀真的有问题 那事实上我们回顾 这整个事件的发展 张显耀一开始 的确是他辞职这个风暴引起之后呢 甚至传出他可能是空谍 讲得这么严重 最后竟然警方是不予起诉 然后最后导致这个 入委会王玉琪就愤而辞职了 你从这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 你看台湾的国安单位 在处理这个两岸 他是谈判前线的第一位 跟对岸谈判的人员 居然就发生这个泄密的事件 最后是这样一个收场 你怎么看整个国安单位 在处理两个问题上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 重大的瑕疵呢 您的看法 我想最主要 不管是马总统也好 王玉琪都是学法出身的 所以他们对于某些 有关法上面 他们是相当的坚持的 当然在法上面 我想这个是他依法来处理 可是我们要回忆起来 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 如果当时这个张显耀 选择说我暂时离开职务 这事情也不会成为一个风暴 而是张显耀就跳出来 来说这个是他被陷害的 他什么呢 就诉苦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 回后台讲说 当初那为什么要选张显耀 张显耀担任这个职务 所以这个当中可能涉及到 就是在人选的日用上面 是应该有更多的思维 去思考 那么但是我们如果看 即使在美国 我们讲这个美国国防部长 黑格尔才卸任 他原来跟欧巴尔是很马吉的 可是到后面 大家的关系就发生变动 就各有各不同的一场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如果把它很轻松来看的话 也可以说这个事情 在中外政坛上面是常见的 因为彼此间的理念的不同 理念不同就下台骂 黑格尔也没有骂得很厉害 虽然他稍稍抱怨了一下 所以这个民主上的政治里面 你其实上台下台 你都要有 这都是艺术 你要怎么掌握住 是的 邓老师提到黑格尔的例子 当然就从人事角度来请教 台湾的严谦法尹教授 其实我们还记得 那时候马总统他任命 金普聪担任驻美代表 还有王玉琪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好像大家认为说 都把他的心腹放在这两个重要的位置 其实就是个铁三角 来处理这个美中台关系跟两岸关系 就我们现在看到 当然这个金普聪 已经后来回来当国安会 秘书长现在也请辞获准了 然后现在王玉琪也分而辞职 你怎么看 马英九失去他这两位重要的一个亲信 可以说是 有人就说 这两岸关系不如深水去了 他的核心幕僚却接连跳船 这对两岸关系 会有什么样不利的影响吗 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因为北检认为说证据不足嘛 那王玉琪跟马总统又学法律的 那显然不是北检有问题 就是他们有问题嘛 但现在我们一般是相信北检 因为他收集各方面资讯 所以显然在判断知识 资讯上 马总统或者王玉琪 他们都有问题 包括金普聪 第二个用人也有问题 这个张显耀也是他的团队一员 结果把人事事情处理成这样 那你设想 如果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 他看到你这样一个团队 要来跟我谈判 他是怎么来看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面暴露出来 他们在处理人事的问题 或对资讯的这种判断 实际上是能力是不足的 那这个不足的状况下 才会导致今天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就是说从马总统 2012年高票当选到现在 所有外在环境没有变 他跟党内的关系 他跟立法院的这些关系 还有内阁也没有什么 大的这个制度改变 可是他状况出了问题 所以显然是 我觉得是马总统 个人能力出了问题 也就是说他跟立法院之间的 这沟通能力出了问题 他跟行政团队也出了问题 他跟这个包括社会 民间的这个关系 甚至在野党关系也出了问题 所以才让他整个声望 一直往下走 所以我认为 如果他的亲信不断的跳船 那表示他的这个状况 应该会每况愈下 好的 单系林建法教授 当然台湾政局上个星期 一连串的发展 包括张显安不起诉 还有这个王玉琦辞职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 今天最新发展是 蔡英文登记参选了 都会牵动着两岸关系 究竟还有哪些问题 可以请教老外老兵呢 我们把时间先交给 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首先我想请教 在华府的邓中间教授 就是我们先来看看 国民党的状况 国民党在新任主席 朱立伦接任之后呢 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他要怎么样 来处理两岸关系 那么其中一个 很受瞩目的人是任命呢 就是他任命这个 之前的这个 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高孔莲 他担任国民党主席 特别顾问 以及这个大陆事务部主任 那么大家虽然觉得说 高孔莲 以高孔莲的资历来讲 他似乎是这个低救 虚救了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说 其实朱立伦用高孔莲 来当这个特别顾问 以及大陆事务部主任 其实是为了之后 可能会有的朱席会来铺路 那您觉得对于 朱立伦重新 启用高孔莲来担任 他的这个重要的幕僚 两岸幕僚 是不是的确有 安排朱席会这样的想法呢 第一个我想很重要就是 因为高孔莲先生 这个学养还有经验 相当的丰富 长期 他其实在马英九 他跟马英九同时 在这个路委会服务过 所以在这方面 他可以扮演一个 很好的一个角色 一方面他也跟马英九总统有很长时间的接触了解 所以对未来很重要两岸关系上面来讲 那么朱立伦可以做最充分的掌握 也能够很有效的来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第一点就是说 高孔莲他的一个角色重要 不只是他支路 支两岸 同时他跟这个马英九之间 有很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交易 那这一点其实就是 反映出现未来 国民党要怎么走法 我觉得革命党走法 其实很重要一点 怎么样让人民有感 那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在 两岸关系方面的一个突破 所谓突破则也就是 今天我们的僵局僵在这里 根据这个天下杂志 在圈里的民调显示 大家都第一个很关心 人民关心的这个经济问题 可是经济上怎么突破呢 今天我们中央民国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是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参与 经济整合这一块路 可是经济整合这一块路 其实我们大家也心知肚明 中国大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因素在这个里面 那同时在同一个民调里面也显示说 有百分之 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认为说 要开放 而且速度不能够变缓 真正反对开放的 只有百分之七点二 那如果我们再看 在同样的民调里面也显示说 只有百分之九的人相信 立法院表现他们满意的 那从这些来看的话 今天立法院表现不好 谁这一块骂 当然是执政党马英九 所以今天如果朱立伦主席 他要跳脱出这个线 真正让大家有感 其实就是要能够把马英九 还有王金平 代表王金平立法院也是很重要的 能够尽数按照这个太阳化运动结束之后 两岸监督条例 服贸货贸贸通过 那么这不管是怎么样 你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 只要超过百分之五十支持 至少让人家觉得有感 你有往那个方向发展 否则今年 马上这个TPP谈判就要结束 可见的将来可以结束了 那我们就要准备加入了 我们怎么加入法 另外RCEP也同样是一样的问题 我们如果在亚太经济展当中被边缘化之后 没办法加入之后 今天不管谁当了总统 对台湾经济都是灾难 所以因此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共同大家来思考 其实不只是国民党的问题 而是今天整体台湾未来经济发展 要往哪条路上走 这是我们自动的神思的 谢谢 是好的 谢谢邓中坚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要请教严建发教授 刚刚邓中坚老师提到 其实两岸关系目前来讲 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今天的参选声明中又说了 她说对于两岸关系 她主张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巩固国家主权 但是国民党就批评了 她说蔡英文连哪个国家都说不清楚 连中华民国四个字都不敢说 所以这变成说 是不是国家主权 又变成是蔡英文的死穴 然后这个四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012年的情况 提前到现在就来 又开始接出来了 那蔡英文是不是这次 有一个比较好的因应之道呢 这些关于两岸跟台湾 这个定位主权的这些一连串 摆在蔡英文面前的挑战 先请您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不晓得国民党是哪位人 做批评 说连中华民国都不讲 我认为这是这位人兄 这个功课做得不够 这不是目前民进党的真正的要害 蔡英文主席很清楚 他当过中华民国的前副行政院长 他一直在讲 民进党现在立场就是 1999年5月份台湾前途绝语文 里面讲得很清楚 依宪依宪仙法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所以国民党这个发言人 这功课做得不够 实际上本来民进党就已经承认中华民国 他现在要保障的是 中华民国的主权现状 所以在台湾前途绝语文里面提到 如果主权独立现状被迫改变 要经过公民投票 所以他整套的这个想法 是在保障目前的现有的现状 也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很多的这个民调所显示出来 维持现状是台湾主流民意 所以显然国民党没有做足了功课 这不是目前民进党的这个要害 如果说民进党要是在于说 跟北京互动 北京要的是九二共识 你没有九二共识 我我不愿意跟你互动 这才是他的要害 可问题就是说 九二共识这个东西 你无法去说服台湾人民 因为没有九二共识 如果有九二共识 你就白纸黑字 那这源头在呢 源头在于当时就霍悉尼 对方不承认你中华民国 那两边为了要交往 所以就模模糊糊的说 口头各自口头表述 但是连北京这边都不愿意口头表述 他认为一中不表 台湾说一中各表 所以大家就霍悉尼 后来苏启教授才在 国民党选书之后提出所谓的九二共识 再把它贴一个标签叫九二共识 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 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现在承受不了各种社会压力 所以垮下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现在用九二共识去框台湾 然后九二共识背后是一个中国 台湾人民不会接受的 但是如果说起点是 我是中华民国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来开始谈 这是OK的 这是民党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 是做的功课不够 你这打的是稻草人 这不是民进党的要害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多年 好的 我们马上开放我们的电话 请大家两个人听众观众 发表他们的意见 广西的王先生您好 请讲 广西王先生您在线上了 你好 能请教美国资源 一个问题吗 请说 请问美国资源 知道美国驻广州领馆的消息地点吗 对不起 如果您今天 没有办法针对我们相关话题提问的话 可能要把您的时间 留给其他听众 很抱歉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感谢王先生来电 那另外张化的杨先生 您在线上了 杨先生请讲 因为台湾 只是说会发生约翼时间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民国95年以后 修正了那个一对一法的 那个刑法的 因为判得很重 而且可以讲 实际的机会也很低 而且台湾已经24年 没有那个对冬天犯 做过所谓的赦免 或者典型的动作 太久了 作为变迁太大了 结果党权的人根本 那个像马英觉得 他本身就有那个 有那个特色的权力 有权力 减刑的权力 可是他就是死要 所以觉得 会发生这种事情 人家你越死掉 也不会让你走 也不会让你活摘 我觉得 今天起 我们政府真的不对 没有威 没有恩 感谢张化的姚先生 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 发表您的看法 非常感谢姚先生 那么听众观众 如果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话题 有意见的话 接这个时间赶快发言 吉林的李先生您好 您在线上了 请讲 吉林的李先生 抓紧时间 我认为啊 台湾这个民进党啊 他从来不为 那个台湾的福祉 台湾人民的福祉着想 但是我看台湾这个民主 是个大笑话 比如啊 这319枪击案 就是陈永远 这个被假释 王宁平案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 就是台湾人民啊 不要小看 你手中的 这一张选票啊 好的 70年前 那个 70年前 每个德国人 那个选出的希特勒 好的 谢谢吉林的李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你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听众啊 高雄的杨先生您好 请讲 高雄杨先生 那个蔡英文啊 蔡英文啊 她说中华民国是外来挣钱啊 她是强烈主张台独的 如果她能当选 下届总统的话 将台湾带来大灾难 两岸关系啊 国际就完蛋 她反对福茂 现在选举要怎样怎样 就骗选票啦 她是台独最强烈的啦 底灯飞的那两国制 什么都她搞的啦 她真的带来台湾大灾难啊 所以请大家要想想看啊 好的 感谢高雄杨先生 山西的李先生您好 请讲 李先生 山西的李先生还在我们线上吗 好像不在 暂时不在 如果李先生听到的话 再跟我们重播回来 老师呢 刚才高雄杨先生的问题 我想先请教 在华盛顿现场邓老师好了 刚才那个 严建法严教授也有提告 这个九二共识 当然有它的问题存在 还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来龙去脉 不过现在看起来 北京对九二共识的 这个坚持是 没有办法有这个 模糊空间的 那看来蔡英文 她也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 做一个回应 尤其是她可能 今年的六月份 也会来华府访问 您认为美方会期待 她在这个九二共识上 做出一个怎么样的承诺 才能确保说 2012年这种 最后一里路走不完 在美方的影响下的 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呢 邓老师 就是要看蔡英文女士 有什么样的妙招 因为我们还记得 2008年 这个马英九当选总统 还没就任之前 当时美国小波熙总统 跟这个当时的 胡锦涛主席通过电话 那么之后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这个顾问 特别召开 由他特别召开会议 提到了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所以显然美国对这个上面 也是确认的 那么蔡女士要怎么去解这个招 我不知道 但她一定要想办法 在这方面能够有所表示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今天我们撇盖其他不谈 当我们谈两个政治实体 或两个国家之间交往的时候 往往是我们说 我们同意我们比这些 有不同的意见 否则两边就是会冲突 然后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出现 对两岸 比如说你两个人 对两岸的人民都是不好的 那我们环顾过去 这一马英九任内签的协定 对这个是有所贡献的 今天极定是去年 太阳花学的运动 之后我们如果看民调 民众也不是都是一窝蜂 这个绝大多数反对 两岸之间的经贸的这个活动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认得 就是说如果没有九二共识 我们有很多事情走不下去 但九二共识就是一个大家 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个 极定线的时候一个模糊的状况 我想在国际社会里面 很多国际冲突解决 都是用这样子模糊的方式 达到目的 就算是没有正式的文字 其实在国际法上 我们也叫君子协定 大家握握手 那也是国际法其中的一项 不是不是啊 那这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 我们必须对国际社会许许多多的这些规范 要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体验了解 好的 感谢正老师 也请教严建发教授 刚才听众当中也提到了 这个检视过去蔡英文对中华民国的一些说法 并且为她贴上这个台独的标签 看来可能不只是对岸的听众 可能台湾也有一部分民众认为说 认为蔡英文她可能的思维是跟台独有关联的 那你怎么看这个 接下来蔡英文她要选这个2016了 她怎么样走出这个台独这个问题 尤其在民进党内部 她可能也还有所谓要不要冻结台独党 这样的一个争议必须要处理 您认为蔡英文她在这个部分能够做的最好策略是什么呢 严建发教授 我认为我们都是在北京的话语权下在发挥 那你就根本走不出去 实际上根本这不成问题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台湾 这是很务实的 所以民党很早就讲 没有所谓独立的问题 我们已经主权独立了 我们现在只是说如何让我们主权独立的 在法理上空空间更大 实质上空间更大 至于说刚刚中间兄所讲的 没有错 模糊是一个艺术 既然模糊 那为什么还一直在讲九二呢 你就当模糊下去嘛 一个民主政治本来就是这样 不同政党不同理念 可是前一个政党所留下的这些政策 都应该被推动 所以包括三通也好 包括ECFA这些都通过 民进党没有理由 就把人家废止掉 除非全民认为这不行 然后依一个法律刑事 公投或其他方式把他废掉 所以国民党过去这 如果说到16年 这8年的所有的成就 民党当然要继续啊 继续 大家不要去谈 谈这个九二这个词汇 这不是用模糊做法嘛 所以如果这样 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 北京单方面对一个中国这个解释 这样解释下去 台湾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而且我的看法是这样 以我过去对这阵子对中国的研究 其实中国现在是用心战 逼你接受 实际上他讲话是很硬 他做法是很柔软 比如说包括像对钓鱼台 这么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五十八个城市 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反日的运动 实际上你看啊 APEC他还是跟安倍接触了 安倍并没有接受中国这边的要求 他们还是接触了 这个越南这个有关专专有警的问题 那不是说是西沙是中国的范围吗 还是撤走了 所以以目前中国对外关系里面 其实是两岸关系算是最好的 我不认为中国愿意再把两岸关系弄坏 弄坏他的整个外交 他内政都会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被他的这个心理战 给压迫而做太多的让步 我是认为 当然我们还在很多方面 应该要柔软一点是应该的 是的 泰英文今天也说 他不是马英九也不是陈水扁 那么我们经历了过马英九的八年 跟陈水扁八年好像似乎都走不通 接下来的两岸关系 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邓农金这样说很快的一两句话 跟我们做个总结 我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什么叫两党一致 比如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治 当中这个立定的是 尼克森总统时期 他是共和党的总统 可是之后 不管他是民主党共和党 他都接受 九州共识 这个如果对台湾有利的话 为什么不接受呢 我觉得这个 讲清楚一些就是 讲讲又什么 又何妨呢 对不对 这个是不要坚持的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有一个 辉煌的气魄 就是说真正所谓的两党一致的话 那么恐怕从这边开始做起 好的 博弈 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这个非常深入的分析 听众朋友们的热烈的参与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当然特别要感谢的是 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 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再次感谢博弈 还有台北剑行科技大学的 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当然也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 邓中坚邓老师 谢谢 也谢谢建发还有博弈 好的 也要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的积极参与 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 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